最近,擅长着弄的高木童小播出第三季 不出意料,再次火爆全网 目前在本站保持9.9的高分 全站实在没有几部反剧可以拿下这样的评分 本音作为新颜富足 在本期诗篇里,从三个方面分析 高木童小是如何拱下全年领夺观众的心 不垂不黑 所以,擅长着弄的高木童小 绝对是一件上层的艺术家座 愿于生活的艺术更让人共情 我们大家都有上中学的经历 或者现在就在读处中 高中、大学 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也许都有那么一个同桌的你 在打打闹闹和互相着弄中生化清澈的感情 那是多么天真浪漫的美好时光 所以啊 当我们看到高木和西片的故事 一下子就进入了他们的世界 高木和西片的小心声 让我们看到年少的自己 我们在看西片被高木啄弄的时候 有没有发出共谋的笑声 在每一集结束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无意识的 嘴角上扬了二十分钟呢 高于生活的艺术往往更吸引 如果仔细想一想 我们可能会发现 现实生活中 高木童小也许是不存在的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 高木童小太完美了 貌似99.9%的中学生 都没有高木那么精英的双方 那么稳重的作风 那么缜密的心 其次 哪怕高木童小真的存在 也不管你心目中的高木童小 是男士女 你遇到差的几率又有多大呢 即使真的遇到了 像高木和西片一样 只只只手 与只偕老的又有多少呢 想必这就是 艺术高于生活的地方 其实啊 反倒是现实生活中的遗憾 增进了高木童小的吸引力 人吗 就是想着这种 可遇而不可求的 纯粹浪漫里 寻求未见 如果每个人现实中 都入高木 西片那么幸运 二次元早就没人了 如果要用一个字 形容高木童小这步翻 所有人都会回答 本剧巧妙提出了一切干扰因素 除了偶尔用三银组调节一下节奏 所有镜头都聚焦在高木和西片的二银世界 比如说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教室里 我也不知道为啥会这样 即使有别人在 也会给一个背景虚幅 然后静音 这就造成了 全世界唯有你有二银的观看 这种世外桃源般的乌托邦叙事 体现出这不凡的浪漫主义情怀 没有任何勾心斗角 白臂无瑕 不存在任何黑点 唯有完全纯净的感情 加绝对纯粹的浪漫 也许这就是高木同小之所以打动银的根本原因吧 有了以上三个自胜法宝 再加上精良的自作和声优的请力演出 高木同小怎么可能会不合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不妨一键三连 多多支持我这个新颜服 我们下期再见